052D中华神盾舰 是中国第一款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的防空导弹驱逐舰 它的服役标志着中国海军进入神盾时代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因为战舰如果没有强大的防空能力 在海上基本和把剑没有什么区别 1982年马岛战争 阿根廷空军仅仅使用一枚几十万美元的飞鱼导弹 就击沉价值两亿美元的英国42型驱逐舰 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防空能力吃亏 所以052D中华神盾舰服役意义特别重大 它让中国海军正式进入拥有防空能力的驱逐舰时代 但是很多细心的军迷会发现 虽然052D驱逐舰是目前中国先进的驱逐舰 但是因为排水量仅有7000吨 与每日宙斯盾动辄上万吨相比 确实太小了 排水量小带来的就是防空能力的减弱 7000万级的052D装备的垂直导弹 仅有64个单元 而美国的阿利伯特级与日本的爱荡基兽宙斯盾装备的垂直发射筒达到96个发射单元 差距不是一点点 中国急需一款万吨大驱追赶 每日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的055型万吨驱逐舰浮出水面 在21世纪 美国已经开始服役了新一代驱逐舰DDG-1000万吨大驱 而中国也拿出了055型万吨大驱 对美国进行追赶 而由于价格原因 美国的DDG-1000万吨大驱只建造了三艘 而中国的055型万吨大驱将进行大批量生产 今为中国需要更多的航母舰队 有数据表明 055型驱逐舰标准排水量9000吨 满载排水量达到1.2万吨 最大航速32节 装备中国版宙斯盾系统的最新改进型 垂直发射单人不会少于100个 甚至有可能达到112个 它的服役将让它成为亚洲 乃至世界最实用的超强战舰